原标题 此国本是日本的老师 但当日本翅膀硬了之后 他立马对其反咬一口都知道 在二战时日本是与德国朗费为奸的 其实 日本很长一段时间 都曾是德国为恩师一般 就连同自己国家的改革创新 也要以这位老师的改革为范本 日本的明智维新之举 仿佛就是照搬普鲁士的样本 但是 两国看似表面和谐 却也因利益的冲突 偶尔看不上对方 起初 日本忌惮德国势力 毕竟恩师德国堪称是欧洲第一强国 在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 当时的北洋政府软弱无能 向日本赔偿了大量的财物 日本的野心也是一点点被卫大了 在先后占领了中国台湾和中国澎湖列岛之后 福建也被其收入囊中 日本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妄为 以想尽一切办法建设自己的利益集团 日本的肆意妄为 仿佛也给自己洽气不少 野心也变得更大了 翅膀也变明朗 彼时的日本认为 自己的实力是可以挑战德国的 并且他还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 彼时得因矛盾巨增 甚至到了白日化的底地步 所以英国不建议借日本之手 以撼动德国地位 英国不断向日本示好 两国签订鸿蒙条约后 日本心里仿佛就更有底气 因为彼时英国的国力 堪称世界第一 日本得到世界老大的支持 自然抖走起来 彼时的日本人非常激动 励志要用武力 从德国人手里把山东夺困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仿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1914年7月 塞尔维亚一声枪响 北迪南夫妇倒地身亡 一战拉开帷幕 日本政府认为 彼时便是取代德国在华地位 自家霸占山东的绝好良机 一个月后 日本外省公开表示 如果英国老大哥加入一战 那么我们也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 两天后 英国宣布正式向德国开战 彼时 中国执政的北洋政府 考虑到日本不会长途拔 赤道欧洲去攻打德国 那么 其主战场 则一定会回归到在华殖民地 长期的战争让国人都怕 委曲求全的北洋政府 害怕战火再度烧向中国 于是 趁此机会对外宣布 中国就是局外人 我们不参与一战 并且还立即书写了一封信给美 日两国建议他们不要把战火引导我国 对此 美国没有支持 日本更是直言拒绝 8月初 英国正式向日本提供支持 日本内阁紧急召开会议 决定参战 8月15日 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直指两个方面 首先 要求德国撤离在中国和日本领土上的德国军事力量 如若不从 日本将随时开战 再个 要求是 交州租界无常 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 并且 还说到 如果 德国做不到以上的两点要求 那么 日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 德国考虑到 自己在亚洲大陆的势力远不及日本 无法抵挡日本的进攻 所以同意了日本要求 之后 面对北洋政府不作为的外交政策 中国民众纷纷自发地举行了大游行 日本势力在中国领土上为非作戴 学生游行自然不教使 他们根本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为了实现独占山东的卑劣计划 日本要求 中国必须才撤当地的中国驻军 北洋政府深感压力 山大却也不敢反抗 任由日军在此横行霸道 9月2日 两万日军正式抵达山东龙口 准备入侵山东 五天后 日军完成在龙口地区的登陆 随长区植入进行了实打实的侵略物 在日军第一时间 占领了违线火车站之后 破令中国官员退出铁路沿线地区 并且做好了沿交集铁路西进的准备 直抵山东济南 当年的9月底 3日之内 中国的北洋政府外交部 发出对日抗议 称 日本此举 则是破坏中国中立的态度 日军驻华公使回复外交部 意思是说 这条铁路是德国人经营的 应该说是德国人的产业 也就是交州湾 租界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占领了交州湾 并不属于侵犯中国政府中立的态度 之后 日军大肆吸进 随即占领了济南车站 占领了交集铁路全线 之后 方子 滋川 金领镇三矿区 也相继沦陷 并且 山东地方当局 同日军签订了地方性的交集铁路 临时维持治安条款 并声明该条款不能视为中国政府已经同意 日军管理该路或让就该路的国有权利 山东问题从此就成为了一个悬案 几乎在同一时期 日本对交州湾也采取了军事措施 并于9月18日 日军第二批先遣部队登陆 从澳洲街的阳口海湾登陆后 开始攻打青岛 月底英军从牢山登陆攻打青岛 年底之际 德军苦心尽力的防御机制被破坏 并向英 日联军投降 之后 便由日军司令宣布 中国山东地区将有日本军队实施管理 从此 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统治权 以及一切利益 不禁由日本抢占拥有 甚至 为了收回山东 北洋军阀段齐瑞决定 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 如果 协约国获胜 中国就能以战胜国的姿态和平收回山东 然而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拳头大财是王岛 攻礼和道义什么也不算 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为协约国蒙酒 但是 日本可不愿吐出山东这块肥肉 参考资料 1914年日本侵占交东万岛事件 21条 交集铁路临时维持治安条款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